今天很開心邀請到新路設計的林總監 來進行人物專訪 歡迎 你好 好 林總監 那我們今天想要先詢問的就是 您創立新路的起行動電是 當初會想要創業就是因為朋友他想要開店 他是想要開冰店 然後他那時候就想要找我做裝潢這樣子 然後其實那時候我還在讀大學 所以其實我即便那時候已經有去其他公司任職過 然後也做過一些暗場 所以但是我還是覺得說經驗不足 但是我就是考慮很久 然後後來就是覺得說這可能是一個創業機會 所以我就決定說就用做這個案子 然後就開始創立我的室內空間的歷程這樣子 然後對 然後就當剛開始 其實不叫新路空間設計 那時候我是先取名為成心空間設計 然後這也是我一直堅持的理念 就是希望用很誠心的 就是為客戶服務這樣子 對 用心的為客戶服務 所以我覺得做每一件事情就是用心很重要這樣子 是 那新路的名稱的構成是怎麼來的呢 後來會取名新路的話就是因為 其實是中間創業的時候 中間的時候在客戶跟客戶洽談的時候 客戶有詢問說 我們成心不是在台北嗎 然後也有提問成心不是在彰化嗎 對 就覺得好像成心這個名字很多人使用這樣子 然後我後來也自己去查證 然後也是就是有確實有看到很多公司 就是用成心這個 那個字不一定一樣 但是音也就是一樣這樣子 所以後來我就在剛好公司重整 想要重整的那個狀態下 就是在重新命名 然後這個也是跟我父親討論後 就是決定用這個名字這樣 對然後 心路這個意涵的話就是 其實還是延續之前那個 成心的 用心去服務客戶 對 這是我們不變的原則 嗯 然後 我們希望心 就像天上的行星可以 去去發光發熱 然後 西西向榮的感覺 對 然後路的話它是白路式的路 然後我們希望說 白路式它是一個 它的特色就是很長 就是哪裡都長 對 然後我希望說 這間公司可以長長久久 然後更長遠的去發展這樣子 是 當然 當然 那我們這裡也祝福總監喔 謝謝 那 就是想要順便詢問一下說 總監您的創業挫折啊 嗯 其實當初 一開始做我朋友冰店的時候 就是遇到最大的挫折 我覺得是報價的問題 對 那時候因為 即便有做過很多暗場 但是 這個報價 報價的部分我是沒有在 碰觸接觸的 對 以前可能都有 專門的人員在處理這個事情 所以 當初的報價這個問題 讓我就是也是非常頭痛 然後 即便我也很用心的去 去努力去報價 但是 還是會 出一些錯誤 所以 就是導致後來就是 那個 價格跟客戶 就是跟我朋友談不攏這樣子 然後 導致就是和他有一些爭議 對 然後 那時候也 因為這樣 所以 跟這個朋友就 比較 就斷臉了這樣子 所以 這個就 那時候我覺得蠻大的挫折 然後往後的話 我就 其實對報價這個部分 我就非常的重視 然後也非常的用心 對 然後 因為 其實 設計歸設計 美歸美 回歸到 一個現實裡面 客戶最在乎的還是 價格的部分 對 所以我覺得 報價這個部分 要非常的用心去 去揣摩 這樣子 是 當然 那 想去 那 總監您 印象深刻的事情是 讓我印象深刻的事情 有一次 在做一個 也是 辦公室的暗場 然後那時候 我 我還在 我其實還在擋兵 我比較晚去擋兵 對 然後那時候我跟我 一個合我人 就是 我負責設計 然後他負責就是 現場的部分 對 然後 那時候因為 水電師傅是由他 那邊認識的介紹的 對然後 然後 後來 這個 水電師傅 就跟 業主吵了架 然後結果 吵到業主 就是 打 打電話來跟我 哭訴這樣子 對 對 然後 我就 就是覺得這件事情 對我來講 還蠻 蠻印象蠻深的 對 雖然當下也是蠻生氣的 會覺得說 呃 就是 你是 你是師父 也就是說 你有問題 或者業主有問題 就是 直接 就是 詢問我們就好 不要當下用情緒跟他解決 對 然後這也讓我說 在往後處理事情的時候 就是 盡量要 控制情緒 然後不要用情緒去做事情 這樣子 嗯 是 那 嗯 那 也想要了解說 總監您 經營 該產業的產業核心價值 您認為是 嗯 價值喔 這個產業價值其實蠻廣略的 就是我覺得 我覺得 我會想創業的價值就是 是要帶給 呃 客戶 呃 他 他生活的感受 或者說 不只於美啦 其實 很多感受 都 都希望帶給客戶這樣 然後這個價值有時候是 用 用錢是買不到的 這樣子 嗯 是 了解 嗯 總監那 那請問您創立新路以來 那 成就感來源是 喔 成就感 成就感 就是 不外乎就是 客戶的讚美啊 對 因為 要聽到客戶的讚美 其實 也蠻不容易的 對 現在客戶其實 會先講不好的事情 再講好的事情 嗯 所以 不一定就是 即便我們自己覺得 呃 把它做得很好了 然後 不錯了 但是 有可能客戶還是 覺得 有美中不足的地方 這樣子 那我們也會 從這邊去做檢討 然後 再去修正這樣子 那我覺得最大的成就感 就是 嗯 客戶 他幫我們介紹 新的客戶 新的案源 我覺得這個 肯定就是 我們最大的成就感 這樣子 對 是 因為 畢竟 顧客的肯定 一定就是 對 業者前進的最大動力嘛 是 然後 他也願意信任我們這樣子 所以我們就覺得 這樣的成就感 比 他讚美來得大 這樣子 嗯 嗯 嗯 想要詢問一下說 總監假如 遇到顧客的不信任 跟 嗯 遇到報價 的困難度 你覺得哪一件事情 會讓你 要更加留意 嗯 其實兩者都蠻重要的 當然 當然我們一開始 就是要先跟客戶建立信任 信任度這個是非常 重要的 當你建立好信任 所以 信任度之後 有足夠的信任度之後 他對你的報價當然就 比較沒有那麼多 意見或者是 還 就是 會有 嗯 害怕之類的 對對對 是 了解 嗯 這邊想詢問一下說 總監您的短中長期規劃 嗯 目前 來講 我希望公司短期 規劃 規劃就是 按原的 品質的穩定度 對 我希望透過 嗯 那個 現場監督 或者是 材質 材料 監督 品質 然後 來穩定暗場的 順暢度 跟品質這樣子 對 然後 中期的 規劃 就是希望 嗯 再 突破一些新的空間 按原這樣子 就是 現在可能我們接的就是 一些 住家啊 然後餐廳啊 之類的 那我們希望可以突破一些 不同的使用空間 然後去做設計規劃 然後 也可以更 讓我們累積更多的經驗這樣子 這樣子 然後 長期 規劃我希望說 嗯 我們現在 不只要賣設計 然後賣專業 我還希望說 賣產品 對 對 嗯 以外 現在 不管 國內外 其實都一直在推陳出新 新的建材 對 還有一些 嗯 會跟生活有關的 東西 都一直在出現 所以我們希望就是 嗯 透過這些 產品跟結合我們室內設計 然後來做推廣 這樣子 嗯 對 了解 那 這邊的話 就是 最近有什麼事 想要跟 年輕 新一代同業的創業者 想要給他們的建議呢 哦 建議的話 嗯 一開始創業的話 我當然希望說 一定要找 找個夥伴吧 因為 當初我自己出來創業 其實 就是 一個人 我覺得 其實是蠻 蠻 說累 也是其次 但是真的 做事情的話 會 會比較 困難一點 對 綁手綁腳 因為只有一個人 也不能 分身乏數 對 所以我希望說 創業 不管創這一行 或其他行業 希望說 他們可以找 真的有 共識的夥伴 然後一起來創業 這樣子 那 假設你是 要做這一行的話 我也希望說 呃 我們 我們 我們的一個 原則就是 多溝通 然後多學習 然後還要多休息 對 我覺得休息非常重要 因為我們每一天都是 很專注 很 很 用很多 心力在 在處理 每一件案子 所以 我們 一定要多休息 對 然後 這樣子 明天 我們才有更多的 呃 心力 跟 力氣去處理 明天的事情 這樣子 對 然後再來就是 剛剛說的 情緒管理 對 我們 可能會遇到 呃 百百種 甚至上千上萬 都有可能的客戶 那 他們的 我們要面對的客戶就是 一定要 呃 不要用情緒去 去面對這樣子 對 有時候客戶可能要求 會 會比較 會覺得比較不理想 但是我們 也要透過 呃 教育 我們也要教育客戶 這樣子 然後去做溝通 對 然後 就是 不要用情緒去解決問題 這樣子 對 那 這邊總監的話 有什麼 自己 經常在心裡 常常跟自己說的 嗯 語錄嗎 就是常常 勉勵自己的話 嗯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 其實 我自己給自己的 也是給自己的一個 一個 一個 那個 就是 心中的 原則 就是 就是 莫忘初衷 就是 堅持下去 對 不管做什麼都一樣 就是堅持下去 對 總 總有一天就是 就是 會有 會有你的舞台在那裡 嗯 對 就是 就是 盡可能不要放棄這樣子 對 嗯 好 那我們今天很感謝 林總監來到 這裡 跟我們分享 是 這麼多 那我相信 對於新代創業者 也一定有很多的啟發 好 那我們謝謝林總監 謝謝 謝謝